海贼王937集 卡利布入火 洗了露飞 苦了大妈 海贼王937集中 卡利布入火了 卡利布这个角色备受争议 它是被很多网友视为最弱自然系的存在 卡利布本人是自然系恶魔果实沼泽果实的能力者 可是他对该果实的开发并不是很好 身为自然系恶魔果实能力者 卡利布并未展现出自然系的优势 而且他的表现也对不起他的赏金 卡利布的小故事在漫画《飞夜》中已经介绍得很清楚了 在动画中也简单过了一遍 卡利布被X德雷克抓捕并关押在和之国的监狱 看到老熟人陆飞之后 卡利布决定碰碰油气 本来 陆飞对卡利布的印象不怎么好 毕竟卡利布曾做出威胁草帽海贼团的举动 很多人鱼差点被他掳走 甚至连白星公主都被他弄得全身适宜 这一次 卡利布被抓到监狱 他受尽了折磨 显然 卡利布不想再继续受苦 他只能抓住陆飞这根救命稻草才有可能脱离苦海 虽说陆飞对卡利布的承见很大 但是陆飞是一个单纯的男人 他根本就不会记仇 在海底监狱的时候 陆飞也不记钱贤和克洛克达尔合作 陆飞接受卡利布的原因还有一个 那就是卡利布的沼泽果实能力 由于卡利布的能力特殊 就连雷藏也劝陆飞与卡利布合作 此时的陆飞 多获得一个伙伴肯定也能加大自身胜算 所以陆飞答应让卡利布入伙 其实 卡利布入伙 陆飞也有明显获益 卡利布的沼泽果实能力就是厉害 他能利用该果实能力藏不少东西 偷到对卡利布来说根本就不是难事 卡利布知道陆飞是一个大吃货 所以他专门为陆飞盗取了监狱的特色菜肴红豆汤 当卡利布打开锅盖的时候 陆飞的脸上立刻就洋溢出幸福的笑容 陆飞战斗了一天 他的肚子早就已经咕咕叫了 本来 监狱也没打算给陆飞开造 所以卡利布送来红豆汤就如同是雪中送炭 陆飞是一个很容易被美食收买的男人 卡利布也因此赢得了陆飞的信任 可是 卡利布的这个举动却苦了大妈 大妈是新世界的四皇之一 他在进入河之国的时候遇到了盐在进 最终落水失忆 乔巴等人正带着大妈前往河之国监狱 与其说是带着大妈 还不如说是偏大妈一起前来 大妈对红豆汤已经期待已久 他多次盯着乔巴 差点就将乔巴视为备用粮食了 然而 陆飞的胃口那么大 再加上奎音也吃了一大堆 所以大妈根本就吃不到红豆汤了 如果大妈吃不到想吃的东西 他那可怕的癫痫就容易发作 所以 卡利布的这个举动 无疑是苦了大妈 对此 你是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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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